一掌秋雨一场寒 今天下雨了 像我站在这个位置 雨水是能打进来的 朋友们能看到这上面都是雨滴 不碍事的 这这里面 只要能打进雨水 一般做的通风效果都是蛮不错的 你不能说顶上漏水 顶上漏水是不靠谱的 像我这个是正面 这一面朝南的 这个全部是我 因为我害怕 就是雨水太大 冬天风太大 把这边的鸽子给吹到 所以说我就用了一个板 这边也挡了一下 这边是朝香 要是没有那块板折挡的话 这边朝香会很快 被雨水浸泡会坏掉 天凉了 鸽子们也都舒服起来了 你看 假洗澡 刚下雨 被雨水打进来 它们就想洗澡 鸽子要是看到水是很轻的 它们是很爱干净 很爱洗澡 你看只要有一点雨水打进来 它们都是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 有的朋友说 我的鸽子不洗澡 该怎么办 让我给它支个招 其实这个 只要自己别给它洗 它愿洗就洗 时间久了 它都会洗 你得要心情 比如说 平常那时候放水进去 它不洗 你就以后不给它洗了 那它就没有机会了 鸽子都是很爱洗澡 它要熟悉你那个工具 比如说咱这盆子 像我这个都是那个大红盆 它都是不怕的 还有的鸽友就是问 我现在这个天气鸽子能洗澡吗 就哪怕就是外面结冰了 你放盆水 在鸽舍里面啊 还愿意洗澡都没事的 它有的鸽子 它要是生病啊 不舒服 它不会洗澡的 千万不能人洗啊 人拿着鸽子去给它搓背去了 给它打死羽毛 强行呢 这样鸽子容易出毛病 你看都一个个的 头 头发粘起来 头发粘起来 速度炸毛在那里就是要洗澡的 天凉了哈 夏天的时候我这鸽舍里面至少有咱不说高的温度啊至少在50度左右 其实往高的地方说都要快60度 太热了夏天都不敢靠近这一场雨一下心里面的快火有点凉了 突然间就能感觉到鸽子都会舒服起来 朋友们你们那边的温度现在是多少 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见